今次会和大家去到平山一次看两个不同区院的特色单位 平山一带大多数以低密区院为主 小学下网属于72,中学下网属于元朗区 坐轻铁去到平山站一落车走30秒 就会到达第一个屋院,芙蓉院 芙蓉院整个屋院只有49个单位,车位比例是1比1 发展商是范海集团 最近5月,范海就为预计在明年10月落成 《洪水桥田心路过千火》的项目向地政策申请楼花同意书 属于来自新界三个同期楼花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有兴趣呢?记得留意我们Facebook啦 去回单位看看 入屋就是长方形的客饭厅,上面租927尺 四房两厅间隔 厅的一边有一个大的露台位 芙蓉院其中一个卖点就是特高的楼底,有十尺四寸 露台望出去就是屋院的正门,景观开药,试验度极高 饭厅旁边就是厨房 厨房有两边的厨柜,空间阔落 里面还有一间供养房 经过走廊先看下次 第一间房间 第一间房间 第二间房间 来到第三间房间有个肚子 房间里面是放到双人床的 最后来到主人房 足够放双人床还可以做到三边落床 看完肚子就经单位外坐升上天台看看 天台空间非常阔落 有828尺,业主铺上了地砖 景观看平山轻铁之外 远处还会看到元朗南一带 看完腐庸院之后就过对面马路 走上少少斜路 看另一个屋院彩虹圈 发展商为百利堡 百利堡在深北这边还有独立屋 富豪月亭和尚足两个项目 有兴趣可以在我们YouTube频道看 彩虹圈一共有8座 提供16个单位 属于小友的福式豪宅 门口有专线小巴去西铁 只需2分钟 这个单位有独立入口 由地面入屋 入屋是一个巨型客饭厅 三房一套连天台的福式单位 身面积1543尺 厅的一边是一个大的露台位 望回轻铁方向 有大树分隔开,增加试引导 饭厅就望回山景 厨房是近年罕见的巨型厨房 一楼这层还有客厅 再上二楼看客 先看住人房 住人房有200多尺 非常大 看着肚子 二楼这层也有客厅 再看小房 和另一间大房 经屋内楼梯 再上天台看看 天台有536尺 景观一边看山景 另一边看平山轻铁站方向 如果具有两个单位有兴趣 欢迎联络我们物业代理药体楼 或者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有什么好远想我们介绍 天字物业现成精放盘 业主只要成功在天字物业放盘 Follow、Subscribe我们Facebook、IG、Youtube 其中一样 就可以获赠超市礼券 快点联络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